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当对方持球进攻 我们如何去想办法给他设计一点点陷阱 来形成一个掏球快攻的机会 当对方运球 我给他压力之后他停球了 停球了以后我当再给他压力的时候 他就会用身体来挡住他的球 来避免我给他压力形成强断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在这一方我们还是要继续给他压力 那他一般都会把球放到这里 或者是这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有意识地把这个陷阱留下来之后 我们形成强断 当对方把球放到腰下的时候 也是一样形成这样的强断 如果说你防守能力很强 可以给持球人很大的压力 那你可以尝试逼迫他停球 之后继续给他压力的时候 给他设计一个陷阱 能否在他持球 拿肩上或者是腰部的时候 形成这样的捧球抢断上来 你可以做到吗